大声唱出来 大声唱出来 他是生病的朴树 一棵病树 今天呢 这二位来到我们这里呢 来聊一聊他们参加民生大战的一些感受 同时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一些幕后的花絮 各位听众朋友呢 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直播 并且赢取很多的奖品啊 因为呢 今天是我们北京与广播14周岁的生日 所以呢 我们今天直播呢 是全天候的 而且通过北京广播网在现场的视频直播 大家有空呢 可以登陆3w.bjradio.com.cn 来视频观看 看看小浦穿着这么厚的眉袄 在屋里的情景 因为他这个身体不太舒服 那我们的短信平台发送号码 移动到088-21974 连通道88-21974 小连通道188-21974 我们今天会送出的礼物呢 包括有 位于东武环平方桥的北京一藤 动力高尔夫俱乐部 提供价值500元的会员卡 奔驰新徽 旗舰提供的价值600元左右奔驰礼品 周大福提供的价值800元纯银吊坠 希望你能够足够幸运 打索这个大礼包 来 我们看看这个短信平台 冻结孤单说呢 刘璇 小浦 你们好 非常喜欢你们在民生大阵里唱的歌 觉得你们是最棒的 另外呢 上周呢 他曾经预测过 乌启贤会被淘汰 结果那组就被淘汰了 这次他预测 汪涵那组被淘汰 你们两个要是预测一下 觉得周五的比赛谁会离开 没法预测 反正我不喜欢刚才这个人的 他的预测 预测 对 就是 吴贤贤大哥还有汪涵 都是我喜欢的人 我不喜欢他们走 不喜欢他们走 对 那怎么办 比赛这么残酷 对 所以总得有人离开 但私底还可以继续是朋友 继续一起 豪情般的喝酒 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预测 不喜欢那种预测 对 很不喜欢 那刘璇呢 其实我也不做 从来不做预测 包括像以前 就要预测拿金牌之类 我从来不会 就跟那种评委 评委预测 评委都不预测 对 总得预测一下 你觉得或者说 你们觉得哪组实力 稍微的弱一些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不看实力 不看实力 看短信了 最后是拼短信 我也不知道拼什么 反正我觉得 这跟实力没关系 来 拉拉票 拼短信 然后让大家关注你们 给你们多投投票 这次让给刘璇说了 让给刘璇说了 好像你说 以前都是你说的 因为每次都他 原来全是我在说 好 刘璇 其实就是 我爸觉得自己 在所有的组合当中 是唱的最不好 因为最没有音乐基础 可是我非常珍惜 每一次的在舞台上的表演 还有就是 希望不要因为 我在场上的一些 唱的不好的因素 而影响小谱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哎呀 好感人的 就是啊 这么说非常感人 我觉得 大家要多多关注 朴硕和刘璇这一对选手 给他们多多的投票 因为周五呢 这场比赛也非常关键 是不是需要拿到 最后的入场圈的机会 是不是 因为还有两场比赛就结束了 那么最后冠亚军之争嘛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刚才有一个朋友 特别告诉我说呢 他是 8031 他说我打破了我的一贯个性啊 上周是第一次拿起小灵通 来给你们投上一票的 他说要支持你们 希望呢实现梦想 5157说呢 喜欢朴术 那一个人去尝试自己 过去不习惯的事情 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让我们认识到你勇敢的一面 所以你要加油 你看 有人能够理解你 还有就是8457也是 那他们感受到了 这个民生大振的 你们表现很出彩 希望你们以后 能够多一些的默契 还有就是 7755 他非常喜欢流悬冷艳的造型 特别是唱 Madonna的Music那一场 让我们眼前一亮 你瞧瞧 自己的想法和大众的希望 有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小小的出入 可能 还有就是 6767非常逗 首先恭贺音乐广播 14周年台庆 刘贤朴术 二位重量级嘉宾 力临 令喜庆气氛 愈加浓烈 然后很喜欢二位 在民生大振节目中精彩表现 很钦佩主持人 专业的主持 好吧 大家都开心 他想拿到我们的礼物你知道 皆大欢喜 是我们电脑来抽取 所以没有办法 我也做不了主 来 7903 他说呢 朴树啊 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帮帮唱呢 赶快抓紧时间吧 我都替你着急了 非常可爱 我们的听众 我想问一下呢 二位 你们在这个比赛 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第一次得知 你们的搭档 是刘雪 是朴树的时候 一一感觉是什么 不说 都是什么都没想 嗯 就是好啊 对啊 你没想 哎 刘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怎么样 因为我们几年前见过 见过 真的 你好八卦 你要越说越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很流行 就是 然后 我是觉得 可能无论什么人 可能跟我这种人 搭档都不会 都不会很舒服 反正我就是硬铁一块 什么都可以来 那种 然后刘璇呢 当你都这是朴树的时候 大货拎头 没有了 就觉得还 因为我知道 就是我参加这个节目 我本来是 非常不愿意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 我是根本就在音乐上 完全是门外汉的那种 让你听朴树 好啊好啊 然后我一 我做上一个节目之后 还说就是 刘璇把他的少女时光 全献给了祖国的TV时 然后又把现在的这一段 好时光献给你 然后跟你来合作的节目 就其实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一直对朴树 虽然他是不太喜欢 在镜头前很多路面的 但因为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 就觉得他其实是个很 私底下还是个蛮幽默的人 就是还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人 所以觉得 应该不会像 因为大家跟我说 朴树可能会这样那样的 我说还好了 还好 反正只要是专业歌手 对于我来说 我会比较头痛 因为我完全 这个门卡太低了 所以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是节目组 也是再三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来 怎么怎么样 我说好吧 只是希望我的搭档 不要嫌我太笨就好 那朴树觉得怎么样 刘先生的表现 我真的特别感动 就是 真的已经很用功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 就是玄瑄已经把他的 就是少女时刻 完全献给了祖国的奥运事业 就是 就那感觉就像 就像把我扔平衡幕上一样 我就觉得真的 真的学习很用功 非常非常努力 然后而且我觉得 因为特早我就跟他说 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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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吧 我就是嘴上 我 我感情上 理智上我能说 音乐是平等的 音乐不分高低贵限 但在感情上 我就厌恶很多歌 所以我 然后但是我觉得 刘璇特别爱 特别 特别爱尝试 而且 而且说实话 我给他听了好多歌 他在我们场 我给他放音乐的时候 我会偷偷地观察他的反应 他会喜欢很多歌 那就唱 而且 而且有几个很难度的歌 他也暗示了好几次 要唱 对 我觉得刘璇是一个 特别用功和努力的人 对 可能跟他以前 这个 当运动员有关系 运动员的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挑战一个又一个难度系数很高的动作 我觉得这才好玩 对 那我现在很想感受一下 朴树站的平衡木上是什么样子 下一场让他上一场 对 应该在舞台上那个平衡木 他老师要那个跳舞吗 然后一直都没有怎么太多的跳 是这样 就是我第二场我开始跳舞 连跳两场 我觉得刚开始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心态 就因为过去我讨厌 我讨厌人家边唱边跳 但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 然后尝试了一场 尝试第二场到第三场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就是我试过这东西 所以我有权发言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适合我 不适合你 对 而且对于我来说 我依然更加讨厌他 就是我 我觉得唱歌应该是完全是自然的状态 就是我不应该被东西束缚住 可以看Prince 他跳舞的唱歌 哇 帅 那个是因为他学业里面有 但我学业里面没有 对 我就觉得让我记住那些动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是 我是在 是在 束缚我 咱们两个一样 都属于 对于舞蹈是白痴级的那种 所以他不跳 所以他不跳就苦了我 对 我必须得跳 还好你有基础嘛 对不对 艺术体操啊 然后 对不对 姿态很美的 哦 天哪 你得表现一下 这个上次呢 我们开留学玩笑 还说 你的邦邦唱 请来一个谁来这上次说的事 然后让你们俩一边扳着跟头一边这样 你小说 你小说 那是双杠什么高低杠什么 开玩笑了 现在当人一想想的话会觉得非常有趣那个画面 好 那再来看看短信 这个8676 他说呢 刘玄加朴树这顿组合呢 非常不错 相信呢 一定获得好成绩 另外呢 也要提醒你们二位多多注意身体 5408 来不及了 也来得及 这个要不有人说吗 死得死在台上面 是不是 你要加油 舞台比一切都重要 0373说 我想对朴树说呢 你就是你 喜欢你独一无二的个性 所以呢 也不要太过强迫自己有多大的改变 你看 这个听众自己就打起来了 两个意见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呢 朋友是 7903说不管靠什么投票都不重要 那努力才是 只有努力才是最后的胜利 这最重要 说得很好 然后这个9931立了一个毒势 天哪 他说如果普流组合不拿冠军 这个欧本人的画画面血腥了 他就把他们挖出来当炮在地上踩 天哪 把谁挖出来 他眼睛的时候要 我的天哪 这个说得非常的血腥了 不过也看出来他对你们是这一队组合是非常看好的 希望你们能够有好的成绩 好的那下面呢 我们再带来这个一个问题啊 那这个问题呢 是就是觉得你们下一组就是预测一下啊 下一组比赛谁能够最后得到冠军 这是你们觉得哪一组表现最好的 如果要你们评选的话 如果让我评选 对 你觉得哪组是冠军 我是觉得我们是最好玩 我们玩的最好玩 玩的最好 对 应该拿冠军 但是这几组人里我喜欢吴季贤 吴季贤 对 就是我跟他在音乐看法上不一样 但我觉得他 他的举手投足 他包括他的座人我特别喜欢 然后而且就是他控制声音的能力 特别特别强 然后汪涵我也特别喜欢 来这个汪涵也是你们下一组的对手啊 来刘弦预测一下 我没有预测 我跟小伙子感觉是差不多的 因为在舞台上大家看的可能更多的是 谁要晋级谁要离开 其实我觉得这个根本不重要 因为这只是一个节目 更重要的是我们平时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帮助 包括吴老师对我们的 对我的一些小小的指导啊 还有平时大家在一起那种很和睦的感觉 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能感受这些就是很了不起的 的确如此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比赛的结交很多的朋友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们觉得这个在排练里面最刻苦的一位是谁 最刻苦啊 对谁最刻苦 小普 小普 我觉得我是这样就是 我还是跟原来一样 对我有兴趣的事 我比谁都钻 都钻 就是 对 我可以说一下 小普是每周最早去湖南卫视排练的人 基本上每周二周三就过去了 他把人家乐队的排练晕倒一个 周三过去是吧 因为就是事实上就因为我挑的歌难度不小 就排阅队 对乐队的企业排练 对对对 还有重新编曲 对对对 听说上周周三飞又在赶着雪 绕了两圈绕回北京来了 郁闷不郁闷 不郁闷 不郁闷 所以突然就是一星期多了一天 晚上不知道该干嘛 挺有趣的 如果要是说现在打破你们这个目前的平衡 可以重新组合选手了 你会挑谁 不许挑刘璇了 我再想想啊 可能会小叶 叶培是专业的 对 而且必须男女搭配 这样啊 那么复杂 那挑女大好了 没有 那可能只是娱乐 对 因为我们这次的组合就是男女搭配的 男女搭配 而且必须专业和非专业 对 是不是 那刘璇会挑谁呢 他挑 那那那我就是吴老师了 我觉得是 对 我觉得那个舞蹈哥能给他好多特别好的引导 而且情绪总会让人很饱满 对 上次叶培来说就是 吴季贤呢就特别是特别是那种大哥的样子 然后呢就是好像你跟他在一起就觉得 哎 终于有人可以帮你撑起一片天的那种感觉 没有而且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 都能够解决 对 对他是非常能够搞笑的人 对 现场很能搞笑的人 对 好了 那么我们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稍微残酷一点了 就是如果说你们二位万一啊 这个这场这一场被PK掉的话 你们会哭吗 不知道 刘璇反正哭了几次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被PK掉了 我绝对不会哭 因为我上几场哭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特别不习惯那种 在舞台上的那个音乐一响 然后大家的离别 然后我觉得自己走到现在的话就挺幸运的 第一场把我PK掉我觉得也应该 所以就是我的心态很好 所以 而且这个音乐上的事情 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是在我 除了体操以外 现在 是尝试的最大的改变 因为我以前是最害怕说话 最害怕表演 然后这次能够又边唱边跳 对我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 而且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 包括歌手 都不可能有一个这样难的 就是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特别难得 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 只要能够在这舞台上 尽情的闪光就好了 对 所以你们要加油努力 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傻子才悲伤 咖啡真空 咖啡真空 米糖好甜 我从来不拒绝 所有滋味 嘿 总有残缺 我还是觉得完美 或许短暂 或许短暂 或许难堪 生活本该这样 心目无常 没想到这一生 也别生了 他每个人都是一样 每个人都都是一样 每个人都是一样 你想我 remains for one day 于是我就忘记的自己 随风摆动着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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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她怎么去 翻面剑 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背背 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美 天外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背背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 这里是北京广播FM97.4 我是王东 刚刚听到的是名声大震走进直播间 今天组合嘉宾是朴树和刘璇 我们最后再来读几条短信 5408说我喜欢朴树 因为我和他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但是我和刘璇更相似 7056说我是一个汽车的陪练 从早七点到晚九点都在听你们节目 也希望祝福他的同事们的一路平安 5669说朴树无论结局是怎样的 你在我们心中都是最棒的 是心目中永远的冠军你要加油 0.3侠说在电视的画面里 我会关注每一对搭档的相互表现 唯有朴树常常像对和刘璇像哥哥和妹妹一样 时而亲切的拥抱 时而关爱的拉手 冷扣中带着温暖 很羡慕刘璇 怎么不羡慕朴树呢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节目到这里 又要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 来送出我们的礼物了 我们的礼物是由北京一腾动力高尔夫俱乐部 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会员卡 奔驰新灰旗舰提供的价值600元的奔驰礼品 还有由周大福提供的价值800元的纯音吊坠 我们这是一个大礼包 由一位听众获得 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比较幸运呢 他的手机号码是138 后搜是5669 恭喜你 北京又广播将会电话通知你领奖的具体时间 请一起关注吧 好了 再一次感谢朴叔和刘璇 希望周五的时候 名声大振你们能够 很好的表现自己 那朴叔赶快养好病 即使养不好的话 也要百分之百的全情投入到这个舞台上去 希望你们能够晋级下一场的比赛 在总决赛的这个舞台上 还能够见到你们好不好 这周我不能过去了 所以只能祝福你们两个 争取能够下周我过去的时候 再次见到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